开票才过半个小时 胜选的鞭炮声就已经响起 民进党立委林俊宪走出进种 向支持者宣布自行当选 成为全台第一位新科立委 台南市第五选区立委选举 因为国民党的王家珍 涉案判缓刑被取消参选资格 林俊宪几乎是同额竞选 不费摧毁之力成功三连霸 随后五点半竞争激烈 有六个人参选的第一选区 立委赖会员也在 市议员同志的陪同下 自行宣布当选连任成功 感谢您的台南第一选区 对绿色执政的一个肯定 我宣布第一选区 我们当选了 谢谢 紧接着第三选区也传来捷报 寻求五连霸的立委陈廷飞 响起胜利号角 第四选区的林怡景 则在支持者的欢呼声中登场 站上肥皂香 高声呐喊胜选连任 进入激战的第二选区 立委郭国文和对手 无党籍的陈婚和票数逐渐拉开 郭国文在父母和妻子的陪同之下 一起上台宣布当选 三强顶力的第一选区 成功化解分票危机 如愿完成三连霸 台南市六席立委 民进党大获全胜六席全拿 替代清德守住本命区 奠定总统圣机 民事新闻南部综合报道